大學生了沒 好 溫馨大學 大學生什麼 很難講啊 今天真的很難講 這麼大一啟齒喔 對 其實我們本來說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歷 但是今天呢 我們真的這個討論的主題 又要讓大學生來成長了 請問我們每次說 中國有一句古話叫 天下無不適的父母 現在其實好像要打個問號 天下真的有不適的父母 對 天下雜誌今年的調查顯示 在青少年對父母的家庭管教 與代購情況中 有七成二的父母認為 家中的管教型態是民主溝通 但這番說法卻只有 五成六的青少年認同 顯示世代之間存在 不小的認知差距 現在的大學生是如何 與父母相處呢 今天節目中的三位學生代表 對父母都存在 極為複雜的感情 到底他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父母 又是什麼原因 讓他們對家庭感到失望呢 請問最近一次 你跟父母聊的話題是什麼 寫下來 因為我覺得 親子之間是兩邊都要出力的 我們不能只說爸媽怎樣 那小孩怎樣 阿扁你聊的是 超優秀 超優秀 就是我們節目上的超優秀 跟爸媽都可以聊嗎 就是我妹妹開電腦給我爸媽看 然後我媽就看著我這樣跳 然後就還沒說 跳那麼辛苦怎麼 怎麼還跳住 跳住只有十一名 然後我爸自己在那邊 給我看這要做啊 然後後來看著我 然後就說 一直說我耍飽 然後回來以後 然後就一直跟我講說 就是說以後不要 就是很辛苦啊 就是說如果要走這條路很辛苦 然後自己要想清楚 對 兩個類 你是跟家人討論性相嗎 沒有 你們家滿開明的 對啊 不是 因為我上 我住學家附近 所以我很少回家 然後上禮拜六回家 然後吃飯 然後他們家人會看節目 然後我爸突然吃飯說 曹明揚 你覺得蔡康勇怎麼樣 問你蔡康勇怎麼樣 我說什麼意思 你看了他的節目嗎 然後我媽說 不是啊 他問你是不是同性戀了 好 我剛剛說是我就跟你說啊 就這樣 那你家人我覺得很 真的很開明啊 對啊,你家人 這個話題也能聊就不錯了 對啊 那結果到底是不是呢 對 下次再告訴大家 他會跟父母聊這個 就真的不錯了 真的不錯 對啊 那像愛摸寫了什麼東西 你看他說他不愛他 對啊 溫心愛摸 你急什麼愛 你急什麼呢 你兩個回房間聊就好啦 對啊,房間穿過家 有被... 有這麼嚴重嗎 好啦,好啦 那愛摸 那愛摸你不要講好了 不要這樣,不要傷他心啦 好啦 愛摸什麼是歐上腳啊 預期故縱 因為我戲劇系 然後我們學校最近 就是有個歐低訊 然後我歐到了這樣,昨天 歐低訊 對,歐上了 然後就跟我媽 因為我跟我媽 每天都在講電話啦 所以每天都是更新 今天我們真的請到這位專家 他本身呢 是在板橋地方法院少年調查保護官 而且是負責青少年的偏差行為的輔導 歡迎盧蘇瑋先生 謝謝 盧蘇瑋,其實你平常接觸到的 大概是什麼樣的對象 然後這個實際輔導情形是怎麼樣 我在輔導都是犯罪的兒童跟青少年 今天我們請來這三位大學生 他們確實對父母的感情比較複雜一點 可能像我們覺得 我們要愛我們的父母 要尊重我們的父母 但是他們可能 從小就對父母這兩個角色 不是那麼的熟悉了 然後或是有他們人生故事 是有比較複雜 可能不爽父母的感覺 對,可能或許有一點不喜歡 或者有一點點怨氣 首先第一位,阿哲,你好 阿哲,你好 阿哲,自我介紹一下 什麼學校,什麼科技 我是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院 金句學習一年級 來自戲曲學院的阿哲 出生幾個月後父母就離異 由親戚撫養長大的他也坦承 對父母的感覺可有可疑 好,第二位是小溪寧 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溪寧 我是昆山科技大學 視訊傳播設定師 昆山科大的小溪寧 其實備受父母的愛 但卻因為父親多次外遇 讓他對家庭產生相當複雜的情感 接下來是我們的阿丸 大家好 我是國立武尾科技大學的 大師阿丸 就讀武尾科大的阿丸 從小父親就不常在家 由母親手帶大的他坦言 對爸爸的印象相當模糊 阿哲,先從你的故事開始好了 從小啊,我生出來不久 在我印象 其實對爸媽的印象 是非常模糊的 可以說是 他們的在我生命中的角色 就像隨便錄上一個叔叔阿姨一樣 就是非常沒有感情的 因為我從小都是奶奶 還有那個伯父伯母帶大 所以其實 他們離婚了是不是 對,他們離婚 那也沒有留任何一個人雇你嗎 我爸爸是監護人 可是他也沒有撫養我 他就把我丟給阿嬤照顧 對啊 他們離婚的時候是幾歲 其實他們好像也是先懷由我 就是沒有做好安全 然後 好像我幾個月就離婚了吧 就是沒幾個月就離婚了 那你有看過媽媽嗎 有啊,有看過 可是幾乎一年不到一次 對,而且他也很少會打電話給我 你有沒有打電話給他說 媽,你在忙什麼 其實有試著想要就是 長大之後比較懂事之後 會想說 要探討說為什麼他們會離婚 就是到底他們之間出了什麼問題 可是有時候我要 自己小孩子要主動跟父母聯絡的時候 他們反而會 對我的態度不是很好 我會覺得 可是我是你們的親生兒子 我不是你們認養的啊 可是為什麼 對我態度竟然是 好像比別人還不如 可是我是他們的小孩 對,所以他們既然那麼冷漠 我當然也不會再繼續跟他們聯絡 所以你試過很多次 努力過很多次 有啊 但他們就不理你 就很冷漠 好,小溪您的故事是什麼 因為我小時候 我爸爸非常疼我 但是因為我們家是 比較鄉下在眷村的地方 然後那邊當然就是比較 流氓比較多嘛 然後我爸爸當然也是 就是跟他們很熟 然後就是 開始學壞了 爸爸 爸爸開始學壞 爸爸也變流氓 對,就是比如說 因為他就是當帶頭的那一個 就讓他吃大貨 爸爸人家教壞吧 對,就是這樣 那個他朋友先帶壞他 後來他變帶頭的那一個 然後他又 跟那些同學開了一些 朋友開一些酒家 然後就是又認識了一些 外遇的對象 一些啊 就是很多 就是因為他一個接一個外遇 對 然後就是留下一批股債 因為他開酒家 然後就是 一直連著倒閉 然後就 就讓我媽媽 就是一個人 獨自就是還那些債務 等一下 我跟你講,我們這樣要Bug問一下 阿哲有沒有覺得自己好過一點點 有耶,其實 剛剛在原稿的時候啊 我聽他們兩個的遭遇 其實我覺得我算很幸福的 真的嗎 對啊 我們的遭遇都可以用一塊板子來代替 對不對 來,我們把這個你們的板子舉起來 第一位阿哲是說 爸媽是 第二位小心靈是說 我爸是留嗎 各位 最高級來的阿丸 為什麼 阿丸先 分手擂台 阿丸先說說自己的故事 讓大家了解一下 因為就是 爸爸啊,小時候啊 都就是不常回家 然後就是六歲的時候就離家了嘛 那... 那時候可能是生意失敗 那... 就是阿公阿嬤啊 那就是對他也不再加以信任了 所以 就是 出去又交了一些壞朋友 因為總是世界上可能失敗吧 然後就覺得說 男人就失智對不對 對,然後 或許吧 可是小時候不懂 然後就染上了毒品 然後染上了賭博 那這都是很要不得 結果就欠了一屁股債 然後 欠債 就是 要錢才會回家 那 那... 久了其實 他 他像討債啊 或是討債集團的 或是 銀行啊 他都留家裡的電話 住址 那 都沒有顧慮過我們的感受 或是 不把我們 就是保護住 反而就是 不管我們死活這樣子 我覺得 男人這樣子很過分 對,所以 所以 我很恨他 阿哲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比如說 哪個事件開始 就真的 沒有辦法喜歡的 不爽不欽 大學生有難言之隱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討厭爸爸 因為喝酒跟毒品已經 就是不知道 甚至不欽 嗯 嗯 嗯